在这20几年的培训产业当中 我跟26个世界经济的大师 所学到最核心的精髓 强调传授最核心秘诀 帮助营业销售功力提升 他是台湾的黄信讲师 在多音上稍有明信 拥有11.5万名粉丝 但现在却被指控到新加坡开课 收了钱却放鸟学员 新加坡媒体八十届新闻网就统整 到8月中大约有26人受害 每人学费1到4万的新加坡屁不等 总共累计约台币667万元 但最后讲师没来开课 学员也急着讨回费用 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也证实 有时无期的投诉案 甚至部分学员也报案找上律师 而黄信讲师过去也很常利用 寿命车展现财力等影片 取信学员 我不晓得有没有激发起 你想要赚钱的欲望 所有的努力赚到钱 是为了让自己拥有选择权 也有名新加坡富人 2019年听了讲座之后 不惜向银行贷款约92.9万台币 没想到只上两堂课遇上疫情 主办后续也只愿意退19.5万台币 和富人之后也中风无力偿还 面对银行追债只好提早卖屋 另外也有学员说 买终身学习计划还没开课 就不断被推荐其他课程 说可以分期付款 也有的说这培训机构管理混乱 经常换代理人 简直是诈骗 表现性的讲师 他即便有争议 但是他的学员评价一般来说 是比较没有这么的供给性 个人发生一些临时性的意外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以去控制 通常这类的神工学讲座 的确一开始会找上百上千人参加 再由工作人员带动情绪 推销后续课程 专家私下透露 的确26人带来的效益不高 恐怕是放钮关键 但这回黄信讲师放钮事件 闹上国际新马媒体都接连报道 恐怕这受害数量还会持续增加 天 DES 新闻 李建文家庭 台北宠颁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 APP Zither Harp